一、最早的圣旨,这当然是齐始皇发出来的,应该是赵正宣布自己称为皇帝的圣旨,当时齐始皇认为王这个级别不行,他统一天下,要提高一点,李斯建议称皇,而且称太皇,太皇就是福西式。 不过,赵正认为太皇也不行,还要再高一点,就加了帝字,合称皇帝,这就是皇帝的由来,也是第一道圣旨,灵时,最帅真的圣旨,这个严格说起来不是圣旨了,而是批折,就是下面的折字送上来,皇帝在上面批注一下,最帅真的批注来自雍正,下面举例说明,批田文静哲,正就是这样汉子,就是这样秉姓, 就是这样皇帝,而等大臣若不复朕,朕再不复而等也,免之,而最早的承明的伪造圣旨,这应该是李斯跟赵高搞的假圣旨,秦始皇死后,这两小子搞到一起,弄了一个假圣旨,宣布立胡亥为帝,还让扶苏自杀。 这首圣旨最终也导致了秦朝的灭亡,而他们的作者李斯被腰斩,赵高被砍死,所以造假者下场堪忧啊。 三,最霸道的圣旨,话说,朱元璋先生有一年收到情报,日本的窝口又来亲编了,那怎么办呢?朱元璋下了一道圣旨,奉天成月,皇帝昭曰,告诉百姓美们,准备好刀子,这帮家伙来了,杀了再说。 钦此,这个圣旨,十分简单粗暴,不废话,看到窝口,杀了再说。 四,最魔性的圣旨,这是成吉思汗大帝写给邱楚基先生的,宣叉都元帅贾昌赚奉成吉思皇帝圣旨, 邱神仙你春月行程别来,至夏日路上炎热尖难来,炎路好底铺马的齐来吗? 路里饮食广多不少来吗?你到宣德州等处,官员好去你来吗?下头百姓得来吗?你身体心里好吗?我这里常思量着神仙你,我不曾忘了你,你休忘了我者。 五,最不要脸的圣旨,这份圣旨,出自晋武帝司马炎先生,这位仁兄是个性隐患者,宫中家力太多,甚至还规定宫女不得穿内衣,方便她随时普世语录, 而为了普选民间美女,她下了一道无耻的圣旨,搞了一场进潮的超级女幽。 这道圣旨里明确说自己要选秀了,要求大家把自己的漂亮女儿送上来,标准是个高美白,而且很无耻地说,才则未必,全尽断天下嫁娶。 六,最浪漫的圣旨,公元前72年,汉宣帝刘荀突然发了一道诏书,说我以前在嫔威之时,有一把旧剑,我现在很想念它,不知道谁能帮我找到它。 大家琢磨来琢磨去,终于想明白了,刘荀之意不在旧石剑,而在旧石人,刘荀尚未,多亏了当时的全臣霍光,为了报答霍光,刘荀娶了霍光的女儿,有些大臣就提一封霍光的女儿为皇后,可是,刘荀在贫寒时,娶了一个贫民家的女儿许平君。 刘荀说自己下面就是贱,其实是说不忍辜负就是人。 七,最下流的圣旨,话说,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,要策立皇后,一般都说皇后仪太端庄,性格温盛之类的,他老人家的策皇后照,是这样写的,皇后何必一注,只要咱咱老子求同应,养得他快活,便是一块皇后仪,钦此。 八,最脏话的圣旨作者,还是上面那位张献忠大爷,有一天他给一个部下,写了一封文彩逼人的诏书,是这样的,欲留尽忠诏,奉天承运皇帝诏曰,咱,咱,老子叫,你不要往汉中去,你想要往汉中去,如今果然舍了许多兵马,吕朽子,若你妈的逼,钦此。 九,最具娱乐性的假圣旨,这个当然是康熙传位的圣旨之谜,当时传说康熙要传位于十四阿哥,但有人改了一下,改成传位于四阿哥。